香港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許智峰 在星期三上午在他們的住宅中被逮捕 警方指稱他們與去年7.21 白衣人在元朗港鐵站襲擊事件有關 林卓廷因涉嫌參與去年7月21日的事件而被捕 當時有100多名男子在元朗地鐵站 用鐵通、木棍等襲擊市民 抗議民眾指責警方刻意然後抵達現場 並且縱容一些持有武器的攻擊者離開 林卓廷和許智峰亦因去年7月6日 在屯門地區的抗議活動而遭起訴 我參與暴動?7.21暴動? 哇!真是荒謬到這樣香港現在 拘捕我元朗7.21暴動罪 起途防衛司法公正 第二條有犯罪或不成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第三條刑事毀壞 警方在星期三在全港多區拘捕13名男子 年齡介乎26至48歲 涉嫌參與暴動